戴着白色鸭舌帽穿着迷彩短裤的男子 大半夜的来到医院服务处来来回回走着 仔细看他手上还拿着喷漆罐朝铁卷门上创作 男子停留大约一分钟时间从最右边斜到最左边 完工后还到旁边洗手台想清理一番 服务处的人隔天一来看到大门便这样真的傻眼了 上头超大的字写着想你 突如其来的告白让人一头雾水 不过另一边则是写狗医生 但这对被喷漆的医员来讲并不是不雅自演 因为他真的是动物医师 或许有人家会觉得说那么写狗医生 那其实你也知道我本身的工作就是兽医师 那兽医师在闽南语台语来说起来就高医生 所以他就直接这样做 其实也都大家都认识了 原来杨靖宇医员在从政以前 就在田母开动物医院 现在我们在兽医的这个领域工作方面 他曾经担任过兽医师工会理事长 台大兽医系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现在则是北投士林区的一员 而喷漆的夜系男子是当地居民 就最后还把自己的名字也喷在铁卷门上 在家监视器比对醉证却凿 他凌晨四点多大概是喝了一点酒 那他有什么事情想要找我 可是我们小的服务处 大概到晚上九点以后就没有人了 所以他四点钟找不到我 可能有点生气或者想我 他醒了以后就好了 服务处的员工花了四个小时 才把大门清理好 而夜系男子酒醒后也向议员道歉 只是这酒后告白 差点害自己吃上回损官司 三点新闻张德森 李锦 台北报道